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們今天就來下我們的貓咪 Quiz好不好 這個Battle Packet Quiz好不好 我們這個貓咪滾滾滾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昨天有偷打了兩關啦 然後我是順利的爬到了第70層 那這一次我們用的造型是這個 鋼鐵貓貓 鋼鐵貓貓在貓戰裡面超級無敵硬喔 就除了那種快速咬他的角色 會比較能夠打他一些大傷害 還有會心一級能夠打到他的傷害 基本上他對於一般的攻擊型來說的話 都可以扛住非常非常多下一個傷害 所以我這邊我們的這個貓咪滾滾滾 我就使用他看一下能不能滾出新高度 拉斯哥哥哥喔 來新高度喔 那我第四一下玩的時候我都有看廣告啦 去增加一些新的東西 那我拍影片的時候就盡量不會去看 因為怕拖大家的時間這樣子 然後沒問題 那我們就繼續滾一下 上次有人說他滾到第九十幾層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看一下我們這次能夠躲到多高 我其實蠻想要看到100層裡面會有什麼東西的 因為100層如果有東西的話 就應該會蠻酷炫的哦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那個就是新的boss這樣的概念 然後我最近有學會新招式就是你必須用那個 迂迴戰法就是別人要滾過來的時候你就繞開 然後直接就是去敲他這樣子 會比較穩妥一點點啊 就是比較穩定一點點哦 好拉斯哥哥哥來來來這邊的話呢 來這個商店好了哦 但他這邊是驚嘆號啊 所以會比較危險一點點 你看我們這個鋼鐵貓貓有沒有 不愧是鋼鐵貓貓啊 直接撞關啊各位 有沒有看到這邊開始有 哦 欸看 白痴哦 欸我真的覺得我沒辦法那個開直播的時候 就是沒辦法錄影的時候玩你知道嗎 我每次 我每次 我每次錄影的時候都 都倒不遠欸 是在哭啊 哦我的鋼鐵貓貓 我跟你講他是真的很硬啊好不好 不行我這樣慢慢一個一個打上去好了 白痴 我決定了 我要拍鋼鐵貓貓成長日記 我就一關一關打下去 不然每次 每次我 我辛苦打上去然後 大家怎麼一下子就死掉了 我也不知道啊 是在哭哦 白痴哦 不是 這是為什麼 他們是怎樣 上了電視之後就發現 我要趕快在那個電視上面撥板面 然後就變得超級無敵強這樣 他們平常沒那麼強啊 這在搞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欸 怎麼突然就直接就連撞連撞然後我下去 是在哭哦 怎麼會這樣 而且其實他有一個就是 廣告的東西可以讓你就是變大級的 那個應該大家可以去弄弄看 還蠻不錯的 啊我傻眼 我正第一次傻眼 我好不容易打到第70層 然後讓大家看到了這樣的東西 傻眼 原本以為很ok的 結果0 0啊0啊 哎呀夭壽 你看沒有 讓他們 讓他們滾過去然後 你再去補個刀這樣子 還假跳啊 他們在旁邊的時候可以在那邊跳起來 然後就可以那個穩定住 這樣其實還蠻爽的 超便 哈哈哈哈 哦我傻眼我真的是傻眼 我原本 原本想說 哎你看我試一下爬得多辛苦哦 我覺得我好不容易爬下去 而且我之前就是在打前面關卡的時候 我有時候也會是會落馬 我就會落下去這樣 然後 就會不小心沒辦法拿到更多的那個 沒辦法接關啦好不好 沒辦法接關 因為其實 他前面有一些關卡也是頂麻煩的 哦這遊戲 到第90層 也太強了吧 你看我們這個鋼鐵貓貓好不好 鋼鐵貓貓之旅是還不錯 的哦 然後這邊的話旁邊是商店 打這關卡好了 先不要去打驚嘆號 驚嘆號很麻煩 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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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聽大家的話了 把那個語言改成日文了哦 大家應該也看比較懂一點點 改成日文了 然後繼續往前進 前面是商店 其實我說真的 我點這個東西 我真的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那個 沒有任何感覺你知道嗎 到底有沒有變強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就完全沒有任何 太多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感覺就是去後面還是 還是被被強壯一樣的感覺 那其實到後面好像就是 你變成雙倍的那個自己 還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他會有這個雙倍的那個廣告 你去看那個會比較強一點點 因為你會變比較大隻哦 這個改天再讓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真的是傻眼 試一下好不容易到68關就有上來 哦然後到70關就上來玩個兩關 直接跟大家說拜拜 哈哈哈哈哈 到底在幹嘛 先先走這個大的好了 哇那個小的 前面是小的感覺好像也是那個 然後這一次我們就一樣就是 因為我試一下玩的時候我都會看廣告 我這邊就不看廣告 這邊就不看廣告 那我試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再 把他們爬到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有夠白痴 鋼鐵貓貓之旅啦 剛剛已經是被彗星一擊打爆了這樣子 彗星一擊直接ㄎㄧㄤ 然後你就你就飛超遠這樣 ㄎㄧㄤ然後飛超遠 來嘍 這驚嘆號關卡就比較比較麻煩 選這種小區也是對我們自己有好處 因為他們的體型都比較大隻有沒有看到 這驚嘆號關卡的體型就會比較稍微大隻一點點 哦哇他妹就分裂球 分裂球快下去好不好 那我發現就是你河豚啊 把他就是充氣跟直接把他推下去 那個拿到的錢是一樣的 所以就看你要怎麼弄 其實我覺得把他弄充氣好像還不錯 所以直接爆開 nice沒有問題 那通常哲平會在哪邊就是使用我們的廣告裝備呢 會在吃金幣的地方 就是你能夠吃金幣的地方 因為他會先給你看一次廣告 然後看完一次廣告之後的話 你打完之後又可以再看一次廣告 那你就會有 四倍的廣告那你錢就會拿超多 然後重點是你去商店買東西 我也感覺 沒任何感受 你知道嗎 我是真的覺得沒任何感受 不然我買那個東西要幹嘛 你知道嗎 豬豬 下去 下去 多下去多下去 沒問題 下去 下去 下去啦 下去啦 可以可以可以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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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商店好 現在繼續商店買一下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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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撞 沒問題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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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這邊是比較多的 我今天好像這種比較多的關卡 他好像就會讓你變成 雙倍巨人好不好 這個雙倍巨人要看廣告啦 所以我們下一次再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盡量就是 玩遊戲就是以遊戲畫面為主 就不要讓大家看太多廣告 然後我試一下會再把這一次的這個 range 去用多一點那個金幣關卡 然後讓他看廣告這樣 我到時候試一下再給他解決一下 因為我本來想說 今天應該可以挑戰個九十幾層 結果媽媽72層錄影片就GG了 怎麼會這樣啊 錄影片每次都會出事情啊 好像是耶 下去下去 蜜蜂也下去 小玉好多哦 他們都特會滾 那其實到達差不多第三層還是第四層之後啊 那邊你基本上就可以用一些就是那個 輪迴的走法 有沒有就是可以直接 他們要過來的時候你就把他繞路一下 然後繞路繞開 然後讓他們直接滾下去這樣 然後沙地是可以讓你不用滾了那個 滾來那麼快這樣 所以其實感覺選冰地跟沙地好像 沙地更安全點 因為你滾不太起來這樣 但是別人相對的也滾不太起來 我真的覺得如果這個遊戲之後可以做 跟其他玩家PVP 那好像會很好玩耶 PONOS公司要不要 弄一下 哈哈哈 要跟人家PVP 然後你的那個造型那些都有一些不一樣的一些能力感覺 會頗好玩的 嗯 其實貓就是PONOS公司的很多遊戲都很適合做成那個 就是做成那種就是競技類型 我們直接變成這個了 特別的貓貓了 貓貓假面 但是我跟你講我們今天是鋼鐵貓貓之旅 所以就還是一樣鋼鐵貓貓一下 騎士來了 騎士他這個太多那個平假名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看不懂 他說我是網址什麼東西的 他太多那個平假名了我也看不太懂 哎不是不是平假名 就是太多片假名了 外來語啊那個我就看不太懂 因為我之前是學比較多那個平假名的 所以好像切換這個我也是看不太懂 哈哈 這樣你是看不太懂 加速仔 哇直接撞我之後把大象也盤飛了 厲害厲害厲害好不好 白癡我真的覺得今天是傻眼 我原本真的以為我可以打很遠的 我還滿滿的信心哎我說耶 今天來看一下你們打到第90層 然後結果我們就72層就直接掰掉 給大家看一個技術哦 你看珠珠壯怪對不對 你就這樣繞開然後直接撞他這樣 然後繞開撞他這樣 只是後面那邊就是比較快 而且剛剛那張圖好像比較小一點點 就沒有辦法這樣子 繞開撞法哦 這個是我們這個貓咪滾滾滾 必須要學會的一個新手招式 好那剩下來的話我就試一下 試一下再努力的爬一下 然後我們看一下 接下來這個鋼鐵貓貓之旅 能不能就是爬到更遠的地方哦 那你們目前來說打到多遠的地方 打到第幾層 也可以在下面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影片來見囉 大家拜拜啦 拜拜 by bwd6